創作歌手Valdi 即將在今年底推出睽違三年半的第二裝甘集 Replica 回頭看他從2019年開始把自己的原創曲發到YouTube上後爆紅 接下來這三年間他舉辦過個人演唱會 登上歌達音樂季年底的紅白節目成功站上舞蹈館 截至目前他已經有13首作品在串流平台上累積播放次數破譯了 有時候很難相信他現在才23歲而已 而在這些破譯作品當中 怪獸的花之歌不僅最廣為人知 這首歌同時對Valdi來說也意義重大 為什麼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Kazbong 每一首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這次那些音樂背後的故事要帶來看的是 Valdi 怪獸的花之歌 感謝贊助這次節目播出的Surfshark VPN 你知道平常在外面連Wi-Fi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讓你的資料外洩嗎? 像是個人資訊、信用卡、號碼之類的 讓你曝光在危險的環境下 這時候如果要避免風險保護自己的網路使用環境的話 那你就需要Surfshark VPN的幫助了 Surfshark會更改你的IP位置保障隱私 讓任何人都無法追蹤或竊取你的數據資料 如果不小心下載到惡意城市的話 也會在第一時間的通知你 更會提醒你有關個人資料外洩的消息 除此之外 利用Surfshark VPN 你還可以跨去到別的國家 看一些被鎖去的MV、影劇 或是玩到你想玩的遊戲 Surfshark 上有超多國家伺服器可以讓你選擇 並且只要申辦一個Surfshark VPN 帳號 就可以在無限個裝上使用 現在通過說明來連結網址 或是輸入我的專屬折扣碼 可以AZBOM 取得獨家優惠 外加最多6個月免費服務 還有30天內全額退款保證 特會活動直到11月底 還在等什麼 馬上跟我一起享受 大鯊魚Surfshark VPN 的服務吧! 自己的音樂作品開始在世界各地走紅之後 暴迪在採訪上說他學到的最大一件事就是 音樂就是設計 什麼意思呢? 像我們周遭生活的每樣物品都是透過設計單身出來的 從吃飯的筷子到睡覺時的枕頭 都是為了最大效益化 又或是最符合需求而設計產出的物品 而Valdi認為當自己的音樂開始與商業金錢扯上關係時 作為音樂就變成了設計 像是為動畫訂一些主題曲 就是要量身設計一首符合這個作品世界觀的歌曲 這種供需關係並沒有不好 因為Valdi在寫出自己的原創曲前 他的目標原本就是寫出能夠爆紅的歌曲 為此他收集了很多市場上的資料 接觸各式各樣的歌手 所以我們才能聽到他寫出的每一首歌風格都不大相同 而這種設計的想法也間接讓我們今天要討論 這首怪獸的花之歌誕生 這首歌是Valdi為了友天 在現場演出時能夠帶起全場的氣氛 同時他也覺得每個歌手在演唱會上 應該都要有一首歌是可以拿來當作自己的招牌 拿來跟台下觀眾直求對決的作品 所以最後這首怪獸的花之歌 才會用樂團形式的搖滾風格呈現出來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這首 怪獸的花之歌歌詞講著什麼樣的一段故事吧 首先是第一段歌詞 回想起的是你的歌比我們之間的談話還更清楚 到底去哪裡了一直在尋找著 回想起的是你的歌 你唱歌時露出的笑容是這麼清楚很適合你啊 想就這樣一直看著 歌唱主角回憶起過去的玩伴經常唱著那首怪獸之歌 從歌詞的敘述來看他的童年玩伴現在已經不在了 奇怪的是比起過去跟玩伴的對話內容 他更清楚的記得這首歌的旋律 可見這首怪獸之歌 又或是說音樂才是這段童年回憶的終點 怪獸的話這歌MV的導演是藤代熊一郎 他拍攝音樂影像式的手法很直接 會將歌詞所敘述的場景具象化 並且一直給到特定幾件物品的鏡頭 讓大家能在看過MV之後 每次聽到這首歌時 就想到當中的這件特定物品 像他在拍攝Second Ovalier 薩薩卡時的料理 表現出歌詞中對某人無條件支持的愛 又或是Glim Spunky的All of Earth 中燃燒的信風跟盆栽 呈現的是不被過去所影響勇敢面對明天的希望 這次在怪獸話之歌拍攝過後 藤代熊一郎說 如同這首歌一樣 他才發現自己為什麼記得那麼多 關於小時候跟朋友一起唱的歌 歌中的怪獸是什麼 是朋友 是別人 還是自己 最後他將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拍出這支MV 當中從破掉的雞蛋開始 讓主角回憶起小時候跟玩伴一起 一人捧著一籃雞蛋逃走的場景 有時候我們生活中也會有這種場景 因為某事某物而聯想到過去的某個時刻 那這裡為什麼是捧著雞蛋 又為什麼是破掉的雞蛋呢? 我們等等後面會解釋 接下來進入副歌前的歌詞唱到 但是最後想看到的一定在你的夢中 再一次讓我聽見吧 這段歌詞呼應著第二段主歌 回想起的是拿著吉他的你 因為沒辦法忘記啊 所以我大聲的唱得出來 歌詞搭配上MV中的兩個小男孩 男主角看起來非常崇拜的另一位玩伴 甚至在玩伴拿著吉他唱歌時 也是靜靜的看著他 所以歌詞中提到的 最後想看到的一定在你夢中 或許是指想要親眼見真 這位好友完成他的音樂夢想 但最後卻無法實現 所以決定待他唱完的時候 只存在於記憶中的怪獸之歌 至於這首歌的歌名 《怪獸的花之歌》 在歌中完全沒有被提及到 有提到的只有《怪獸之歌》 Foudy也曾經在推特上發文說 《怪獸的花之歌》跟《怪獸之歌》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以後再來跟大家好好說明 歌名的Kaiju no Hana Uta 在日文中也可以寫成 Kaiju no Hana Uta 意思為《怪獸的哼唱》 在副歌的最後一句有提到 你總唱著的怪獸之歌還沒消失呢 我總是哼唱著 曾經好友在這個世界上留下旋律 到現在都還沒被遺忘 因為自己還記得 就算對音樂的執著可能沒有朋友多 但哼唱旋律還是做得到的 再來Hana Uta 我認為也可以解釋成 在紀念市區之人的意思 讓《怪獸跟花》 兩種不同性質的詞同時出現 呈現出一種格外溫柔的氛圍 另外在MV中 有出現男主角在夜晚 拿著吉他往地上摔的同時 吉他卻變成了一束花 最後男主角將花點燃 還記得我剛有提到 藤代熊伊朗 在Glyn Spunky的All of Us中 燒信封的意思為 跟過去道別 這邊將花術燒毀 是不是在暗於主角 要跟過去這段忘不掉的回憶道別 即將前往人生的下一步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解釋呢 因為Valde先前曾經講過 他是在19歲末時 寫出這首歌的 《怪獸的花之歌》 對他來說 就像是跟十幾歲的這集道別 他也把這段時間 稱為人生的第一篇章 所以說在歌中他要道別的 或許不是朋友而正是他自己 接著說到歌中一直出現的雞蛋 從雞蛋破掉開始回憶過去 兩個小男孩捧著雞蛋奔跑 最後玩伴的爸爸出現 主角則是躲了起來 最後雞蛋摔落 破掉露出當中的蛋黃 藤代雄女郎不斷讓雞蛋一直在MV中出現 絕對有他的用意 這邊就來講講我自己對雞蛋的看法 結合主角想要見證玩伴的夢想 加上是有破雞蛋開啟的整段回憶 在日本的夢境占卜裡 如果夢裡出現雞蛋 尤其是蛋黃的話 則代表著潛在的能力 未知的可能性 要是藤代雄女郎的用意是這樣的話 那麼兩位男孩捧著就是他們的未來 但玩伴的未來 最後卻被他爸爸親手奪走 而MV中還特地拍出了主角式的 劍蛋的畫面 或許是在暗喻主角要代替自己的好友 幫他完成沒能達成的夢想 最後主角以好友以前一直唱著的 怪獸之歌為基底 寫出這首獻給他的怪獸的花之歌 在主角往地面砸吉他變成花束時 下個鏡頭便是兒時玩伴望向他後轉生的畫面 或許這也是Valde為什麼說 怪獸之歌跟怪獸的花之歌 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了 同時這首歌如果是在說 曾經不敢實踐夢想自己 在未來勇敢追逐最後並達成了 那麼也解釋得通 未來自己幫過去的自己完成夢想 尤其是最後一段歌詞所提到的 我們總在睡不著夜晚伸出手 將睡不著夜晚拉長 明明睡不著夜晚很痛苦 我們卻不長記性 繼續在睡不著夜晚伸出手 繼續在睡不著夜晚唱著怪獸之歌 或許這首怪獸之歌 就是當時能夠帶給他們勇氣的咒語 最後在多年後 原本對夢想一蹶不正的主角 突然想到了這個咒語 讓他又有勇氣再次伸手追逐夢想 將這首怪獸的花之歌 獻給逝去的朋友夢想 還有那個曾經沒有勇氣的自己